美国之音引述港媒报道说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15号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声称 香港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维护国家安全 特区没有特殊 只有一国之责 没有两制之分 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说 中共既已露出猙獰面目 如何在意一国两制 自欺欺人 何不明刀明枪地实施一国一制 王志民并在研讨会中抨击香港的和平展中 是所谓的假公益之民的非法运动 令香港成为动荡制度 是法治和国家安全之痛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法律制度方面 香港要正式并解决这些方面的突出短板和风险点 李平16号撰文指出 王志民的言论是大放厥词 李平表示 战中的初衷是寻求香港的真普选 如今竟扯到中共的国家安全的高度 莫非是要以治安的问题 为中共引渡异见人士铺路 甚至是为出动驻港共军 镇压异见人士铺路吗 连日以来 香港政府强推允许将嫌犯引渡到大陆的逃犯条例 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此次王志民有关一国两制的言论 进一步的加深了香港民众的恐惧与不安 拥有9万多会员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16号就逃犯条例召开记者会 强烈反对修改条例 要求当局撤回草案 前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矮仪也批评 今次的修例是出卖港人的条例 并且透露 法律界早前发起了联署要求撤回条例 至今已有1万5千人参与 他呼吁市民继续参加联署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指出 逃犯条例让民众担心害怕 因为随时可能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 抓去中国受审坐牢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让外界担忧香港的一国两制将民存失望 香港不再是避难港 有移民律师说又一波的移民潮正在到来 去年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创2013年以来新低 香港记者协会16号公布最新新闻自由指数只有45分 跌幅为历年之冠 协会担心逃犯条例修订案将进一步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 香港自觉派社会运动人士黄之锋表示 现在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言一制 但是香港还是会努力争取民主自由 他相信不管是香港 中国大陆或是台湾包括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关注并且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